妈 今天怎么回来了 回来您还不高兴啊 怎么不高兴啊 你天天回来我才高兴了 来 喝口茶 好 对了 你让赵冰凡当你助理了 怎么了 没有 他跟我说他感觉压力太大了 怕干不好 有担心是好事 人无压力 清飘飘嘛 有压力说明他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 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才用他的啊 我可没那么大面子 再说了 人人为亲也不是您风格呀 还是我女儿了解我 其实要说起来赵冰凡呀 我注意他挺长时间的了 就那会儿你生病 在医院养病的时候 哦 我觉得他做事儿挺果断 而且也挺有主意的 后来又让他陪你去了两次马来西亚 我觉得都完成得特别好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从来不在外人面前 炫耀你跟他是好朋友这层关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公司没有什么人知道 就嘴言这一点 是我最终决定用他做我秘书的 嗯 赵平凡是很不错 但是你知道他的历史吗 我知道这干嘛呀 对了 今天晚上有个商会自主餐 你们俩倒是可以一起去 你要是看上谁 不要犹豫 给我带回家来 我也参谋参谋 我有那么恨家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还是接着养着我吧 你这孩子 嗯 这个吧 臭平凡 莉莉姐 我说呢 你怎么这么快就当上了总裁助理 原来跟老板女儿混在一起 说话还是这么一人见仙 赵平凡 胡总 挺巧的 说得没错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想必莉莉姐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吧 莉莉 赶紧运用餐 菜凉了 好 对了 平凡 给你个建议 那边的 那边的蒸水蛋和牢刀汤圆不错 很适合你吃 好 我试试 没有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说这种人怎么会在我妈那儿工作那么久 我妈这什么眼神呢 好了 不聊她了 别影响我们的胃口 我妈这个人吧 虽然外表霸道 眼里也揉不得沙子 但她的内心啊 很善良 安娜 你打算 什么时候原谅葛雅 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来让我原谅呢 林志军让我原谅他的情非得已 徐秋妍让我原谅他的蓄意欺骗 现在连你 你都让我原谅一个背叛我的朋友 你们这样一次次地伤害我 难道我是铁打的吗 我这次不想原谅任何人了 只有真正的朋友 真心爱你的人 才会向你祈求原谅 格雅的家境我们都清楚 她这么做 无非是为了多挣点钱 她现在已经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你还要她怎么样 你才能原谅她 她怎么做跟我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她离开杂志社以后 过着怎样的生活吗 不想知道 我这次去我 就不用了 妈咱只能立即 那里大陣子 放下 我这些人 女朋友 她已经在欣赏了 然后我 你可能会叛表 处理她 我 这次是她的 可以天长地久地有益 平凡我都明白你的意思 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好 谢谢小姨 什么都让你小姨伺候 就懒吧你 昨天上午家住兴苑别墅的温先生 三岁的女儿 在家中玩耍时被 墙壁掉落的大理石砸中 绥靖医院全力抢救人不治身亡 本报记者联系负责装修的 这家装修公司室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你看看 你看 这装修公司得负责呀 这装修公司也太坑人了吧 必须延长 嗯 写了吗 好 人家装修公司啊 是 海强装饰有限公司 就是绝地三尺 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 这家装修公司 一直在找 我估计是这家伙听到消息以后 早都跑到没影了 曹总 胡总 什么事 家属又来了 非要找你们 还带着记者来 你就告诉他们 说公司下班了 没人 好的 总这么躲着 也不是长久之计的 必须拿出解决方案 不然我们这公司就别干了 不然 曹总说得对 躲不是办法 我觉得 眼下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拿出百分之百的诚意 向家属道歉 取得他们的谅解 同时呢 我们要积极地赔偿 我觉得这个 不见得他们同意 毕竟孩子现在死了 这是地址 明天你去的时候 就说是岳州人介绍的啊 这什么地儿啊 主要是干上人的 是家服装店 做销售 反正呢 这工作你先做着 等找得更好的 咱们再会 没事 我现在呢 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是分正经工作就行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上次为什么 从那个公共公司辞职啊 没什么呀 就是老没活干 挺无聊的 就辞职了 没活干还发工资 那还不好啊 你别尽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最近怎么样 忙吗 喂 毕总 现在吗 好 那马上过来 那我先去忙了啊 对了 你明天去的时候 收拾收拾 别跟个风鸭头一样 跟人留个好印象啊 分命 小心开车啊 这次 我本来没有 给你 照顾 多 感谢观看